新加坡行善运动总干事袁国栋 今年76岁了 他原本是一名律师 12年前想转换跑道 投身社会服务的工作 尽管资历不错 却还是碰了钉子 有一个公司他就跟我联系 他们有一个工作 觉得我是合适的 所以就请我去面试 我们面试了差不多有三个小时 他们有四五个人 他们都很喜欢 他说我的技能 我的性格 我的精神 都很合适的 面试之后就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他们也没有跟我联系 那个面试之后 我就碰见他们的董事长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们也没有跟我通知 行不行 也没有告诉我 结果是怎么样 他说对了 他说我记得 我们都很喜欢你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说问题是什么 他说 你的年纪太大了 你会不会觉得 您年纪太大了吗 你要帮新加坡做一个更优雅的社会 很多压力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席 他就说 我也是六十四岁 如果我的年纪不会太大 做新上运动的主席 他为什么会年纪太大呢 他就没有话说了 社会对于老年人在这方面的继续工作 去支持这个经济 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见 如果说在一家公司里头 我们有年轻的工作人员 还有比较老年人 那这个代沟有时会产生 那他们怎么样互相沟通 互相去调解这方面的工作的文化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尊敬老年人在工作上的贡献 他们的经验 这个我想年轻人也应该有所准备 人力资源专家就提议 中小型企业不妨聘请资深的乐龄人士 担任咨询顾问 我很愿意请一些资深的这些咨询人员 帮我来给我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对我公司的流程 对公司的这个运作 甚至策略等等 给予一些意见 我在这位公司这么久了 所以有时候一定有满点的 所以我需要另外一双眼睛 纯粹两三双眼睛给我看 原果栋年轻时 就活跃于社区工作 乐于助人 如今能从事自己所热爱的 一做就是十二年 如果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有好的精神 如果有活泼的心态 我们不应该觉得年纪大 年纪大小是另外的事情 有些人年纪轻小 五十岁 但是没有健康 也没有那种的精神 也是做不到什么 如果我们年纪大 但是还是有那种的心态 我们可以做的很多 我教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跟他们有很好的交流 每天都有机会 向朋友学习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工作的好处 所以我们有年龄的 应该早一点工作去做 新加坡已经进入一个 以知识为主的一个经济结构 所以其实年长员工 有经过多年累计的经验 反而确实 我觉得是他们会有一个 竞争的优势 但更重要就是年长员工 除了有工作经验之外 必须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跟技能 这样子在经济转型的当额 他们还能够跟得上 经济转型的步伐 一方面雇主要排除 他们这种错误的观念 另一方面员工也要觉得 自己虽然有了年龄 但是还是要保持那种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吴根华这两个月来 在乐活乐学中心就学了不少 还获得几次线上面试的机会 他也更清楚自己的目标 我现在是想着找到一个 就是说在行政方面的工作 能够有所帮助 还有我本身个人 是比较兴趣销售了 希望能够在销售方面 这样去做 老师郎他自己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有一个变化概念 我要再去学 我还可以去教人家怎么做 因为我有这个经济 他也知道他自己要做的什么 有些年长者来到这边 来到中心中心就问起 我要找工作 那做些什么工作呢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可以 我什么都要 我什么都可以试 我们说不行 这样的话就找不到工作了 你自己要想要些什么 才有这个耐性 一 一定要保持乐观 第二 一定要保持活跃 第三 一定要保持灵活 第四 要保持健康 你有四样这些脂肪的话 你就觉得去找工作 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乐龄人士如果愿意活到老 学到老 继续打拼 企业也得抱持着开放的心态 给予公平的机会 这么一来 在职场上 年龄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数字罢了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